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308集 算好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的身份了 徐甫 心力交瘁的许二郎没有立即回书院 今日是2月10日 再过5天就是春围 完全没有回书院的必要 着几天安心待在家里 等待科举来临 午膳过后 帮父亲许平志送走许氏族人 心力交瘁的许二郎一点都不想读书 只想回房间大睡一觉 但是门房老张匆匆忙忙的跑进来说道 二郎 门外来了一个和尚 自称横远 想要见您 许二郎皱了皱眉 觉得有些耳熟 但又想不起来了 他一个儒家弟子 不信佛 与佛门也没有任何交集 门房老张补充 他还说和您是熟人 许二郎喝了一声 看向许平志 爹 许是见咱们家有白事 来做法事的 您准备些铜钱打发了吧 我要回房歇息了 门房老张取了一钱银子 走出府门 把银子递给魁梧的中年和尚 那 大师啊 富商不需要做法事 您请回吧 横远大师一摆手 贫僧不是来画园的 然后呢 一边诚实地接过银子 富商二公子 真的不见贫僧吗 三号怎么回事 虽说素未谋面 但屡次相助之恩 以及他堂兄许其安的情分 不管怎么样 都应该见我一面 让我进去看许大人最后一面 他可能觉得自己的身份 依旧是秘密 觉得贫僧未曾意识到他的真实身份 所以故作不认识 真是小觑贫僧的智慧了 横远和尚双手合十 行了一礼 然后走到一边 从怀里摸出地书碎片 一纸带笔 传书说道 金连道长 可否为我屏蔽其余人 我有话想对三号说 我明白什么 明白你太子哥哥是个好色之徒 许清安随口应一句而已 表表误以为他破案了 许清安摇头 太子殿下是不是冤枉 现在下定论为时过早 所谓酒后乱性 男人喝多了酒 就会容易飘 会做出平时不敢做的事 如果真像临安描述的那样 太子一直兢兢业业 如履薄冰 越是压抑 醉酒后爆发越凶猛 为什么殿下会觉得 是四皇子和皇后陷害太子 许清安问这话 既有吃瓜 也是为了查案 四皇子是怀庆的包凶 都是皇后所出 而且四皇子是嫡长子 按理说 怎么也比临安的包凶 更名正言顺 不过 因为两百年前争国本的事 至今还写在历史里 成为大奉读书人心中 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于国本之争 有心理阴影 所以 远景帝 立数长子为太子 也没什么毛病 皇后当然是想让四皇子 当太子呗 我与你说啊 众皇子哥哥里 就四皇子和太子哥哥 最关心国事 四皇子 若是不想当太子 会这般热忱 有嫡子的情况下 陛下立数出的长子 确实不太合规矩 在表表面前 许清安也就不避闲了 这些话 即使有奉命长安的光环照着 他也不好问的 但在表表面前 可以肆无忌惮地开口 都是自己人 因为 我母妃当年 最得宠 也最漂亮 表表 骄傲地昂起下河 脸蛋 漂亮如华 就依照我在祭祖大典时 看见的 明显是皇后 比陈贵妃更胜一筹 那气质 那容貌 即使早过了 女子最风华绝代的年纪 眉眼间的韵味 依旧远胜寻常的美人 皇后要是年轻二十岁 自容恐怕 还要胜过临安和怀情 不过 受宠这种事 也不是单靠颜值的 还有很多方面的因素 比如性格 比如手腕 比如吞吞吐吐之类的技巧 总之因素很复杂 元景帝那么不喜欢皇后吗 立一个庶出的长子为太子 见许清安沉默不语 表表忽然有些警惕 你说这件事背后 会不会有怀情 暗中操纵 许清安望着二公主 桃花般明媚的容颜 反问道 如果是呢 表表 先是扬起秀眉 像一只熊啾啾气昂昂的 小母鸡 下一刻又泄气了 搭了这眉眼 唉 本宫还是得承认的 怀情她 心机深沉 卑鄙无耻 她委屈地说道 我都不过她 能在我面前坦然地承认斗不过苏迪怀庆 说明公主殿下越来越信赖我了 许清安微微汗手 有些满意 这时她忽然心记了一下 知道地书聊天群有人冒泡了 队下 我去趟茅厕 您稍等 许清安起身 离开大厅 静止离开 后在外面的小宦官 见她出来 立刻抬脚跟上 但看许清安 往茅厕方向行去 遁住脚步 放弃跟随 进了茅厕 掏出雨时小径 查看传书内容 紧连道长 可否为我屏蔽其余人 我有话想对三号说 横远 抓我做什么呀 天地会成员看到六号的传书 心情各不相同 经过之前的传书 有些人已经猜到 三号就是那位 殉职在云州的许清安的堂弟 大概只有五号心如止水 心思剔透 没有那么多杂念 四号心想 那位叫许清安的铜锣刚殉职 横远便找三号密谈 看来他也猜到三号的真实身份了 二号李妙珍看到这则传书 心里有些难过 他们都以为三号是许清安的堂弟 其实三号是他本人 而他已经殉职在了云州了 天地会再也没有三号了 一号亏评 没有发表意见 五号则完全没想那么多 扫了一眼传书内容 便把地书碎片丢一边 好 李妙珍一愣 接着恍然 金莲道长 大概是要私底下和六号解释这件事 天地会里金莲道长是唯一知晓所有人身份的 许清安等了几秒 看见玉石小静传来很远的传书 三号 我想见许大人最后一面 你见就见呗 发我信息做啥呀 远还不知道我复活了 许清安斟酌着回复 他已经复活了 你想见他 可以去打羹人崖们寻他 那边沉默了许久许久 终于传来了三个字 真的吗 短短三个字 许清安能体会到横远大师 激动狂喜 又难以置信的心情 憋了这么久 才憋出了三个字 嗯 许清安的回复 同样的简单有力 难怪你不肯见我 贫僧方才甚至心怀怨愿 罪过罪过 许大人是好人 好人就会有好报 阿弥陀佛 贫僧欣喜至极 欣喜至极呀 当下 许清安把堂兄复活的经过 简洁的告知恒远大师 但是 我不想身份被公开 希望将来我们偶遇的话 能相逢一笑 贫僧知晓 你对着二郎笑去吧 抱歉啊大师 以前我没得选 现在我不想再 社会性死亡了 收好地书碎片 返回大厅 表表抱怨 那么久啊 刚才在想案子 想着想着就入神了 许清安随口解释 殿下 我接下来要去看一看 福飞的遗体 您去吗 表表 立即起身 嗯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